第一個Tip 在S模式可以做一件有趣的事情 可以看到現在是在S模式 然後呢 我把相機打開 按Menu OK 接下來呢 我到自動對焦設定這邊 點下去之後呢 往下 到這個選單 Pre AF 就是Pre Auto Focus 這裡呢 點下去之後呢 把它選擇開 一旦設定開之後呢 相機它就會自動 去做對焦 所以這個時候呢 各位如果耳機 把耳朵湊 靠近那個相機的時候呢 你會聽到叭叭叭叭叭 就是相機它自己 不斷地自動在對焦 這樣的做法 比較像是 我們一般的口袋相機一樣 就是拿起來它就自己 不斷地在做對焦 下一個Tip 就是自訂白平衡 因為在某些光源的狀況之下呢 我們的相機可能沒有辦法 準確地分辨什麼是白 那我們就主動地告訴它 什麼是白 可以怎麼做呢 按Menu OK 接下來到這裡 第二個選項裡面的白平衡 點下去之後呢 選擇自訂 自訂按下去之後呢 相機要我們告訴它 什麼是白 那我們就可以怎麼樣呢 拿一張紙 告訴它什麼是白 然後呢 根據這張紙呢 我們再按下快門 這樣就完成了 如此之後呢 相機就會知道 在這樣的光源狀況之下呢 什麼是白 接下來我們來聊一下QMenu 就是這個按鈕 點下去之後呢 就會出現QMenu 透過QMenu呢 我們可以選擇七種不一樣的拍攝的場景參數 我可以透過這個轉盤去選擇不一樣的拍攝場景的參數 C1 一直到C7 那上面的這些參數我可以怎麼設定呢 譬如說 我假設 我現在要針對第一組場景的參數我要做設定 我只要按下Q 按久一點 好 我們就跳到設定的選單裡面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裡有自訂1到自訂7 假設我要修改自訂1好了 我就點進去 進去修改 好 假設我要修改軟片模擬 把自訂1改成最後一個Sephia 然後呢 我按一下執行 好 這樣就儲存住了 所以我第一組的C1的第一組參數裡面呢 我的軟片模擬模式是Sephia 可以看到嗎 Sephia就在這邊出現了 所以上面的所有的參數呢 抱歉 上面所有的參數呢 都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呢 去做設定 下一個Tip 假設我們對QMenu上面的這些選單的編排呢 我們不喜歡 我們可不可以做客製化的一個修改 當然可以 我們回到我們的相機的畫面 接著呢 我們一直按下這個QMenu這個按鈕 按久一點 好 各位可以看到我現在就可以自訂QMenu上面的東西 譬如說 第一個選項是ISO 那我不喜歡ISO 我想要把它改成白平衡 這樣就變成白平衡了 我按 回去 結束 接下來呢 我再進去QMenu看看 有看到嗎 這邊就是白平衡了